不 使用同行 前往瑪莎多拉 哈囉歡迎收看玩具人玩具 我是Rio 上週的玩具人玩具 因故暫停了一次齁 我真的沒有在偷懶啦 因為玩具人開始有一些 不一樣的企劃內容 那現在也進入了後製階段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不好 那 那持續關注玩具人的Youtube 我們也會回饋一些好康給我們的觀眾 至於是什麼好康呢 當然就是 這個 這個 好啦不要浪費時間了 進入主題 今天要來玩的玩具是 這個 煩了 獵人對我來說其實 可能可以說是我最喜歡的一部漫畫 從小時候的劇情到長大之後 故事的複雜程度也不斷的上升 然後 現在看也覺得說非常的 過癮 在這一點上 我覺得腹肩的處理 非常聰明 那今天的這個 貪婪之島卡片組 就是 獵人裡面非常著名的一個橋段 貪婪之島篇 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 可以讓你進入那個世界的遊戲 是由 小潔的爸爸 金富麗士 跟他的同伴所創造的 這個好像沒有必要解釋 大家應該都看過貪婪之島吧 獵人的世界裡面 進入貪婪之島 必須要靠著 這台 Joy Station的主機 很明顯是參考哪一家主機的啦 但是 我就不明講了 好不好 後面附了一張小卡片 簡單說一下 內容物 直接把它打開來看看好了 因為 卡片很多 要講很久 很緊 哇 哇 哇 介紹內容物的小卡 雖然只是一個紙盒做的Joy Station 但是它還是把一些 動畫裡面有 呈現的細節都給擺上去了 把它打開 一個一個來好了 首先是小海報 上面有指定口袋的 100張卡片跟 咒語卡 其實我不喜歡它這樣印正反面的 因為 如果我想要 放在牆上展示的話 那我不是勢必只能犧牲某一面了嗎 在遊戲世界的book 它把book 做成了這次卡片的收集冊 其實就是我們一般在放 資料的活頁本 最後 就是我們的卡片 卡片它分成了兩個排堆 做存放 我看盒子上的說明是寫 總共有140張卡片 100張的指定口袋卡 40張的咒語卡 那我想今天就 簡單的把重點放在 100張的指定口袋卡片 因為 指定口袋卡片 是遊戲破關 最重要的要素 就是你得收集 100張指定口袋卡片 你才可以 真正的破關 好不好 那在展示100張指定口袋卡片 之後 大家也可以動動腦想一下 如果你破關了 你可以帶3張指定口袋的卡片 回到限制世界 我們不討論動畫為了推動劇情的選擇 我們可以來想一下 我們會想要帶哪一張卡片 離開 好不好 大家一起來討論一下 那我們就先把卡片拿出來 有那個 很認真印刷的味道 不錯不錯 打開之後我發現 他只有在 取得難度比較高的 卡片上 做出了 閃卡的效果 像這種難度 只有A的就是 沒有閃卡 好的 那我稍微的把指定口袋的卡片 跟咒語卡 給分開了 那我們就來 一張一張的看 那這樣也太多了吧 那希望大家可以在展示過程中 挑到你心目中的3張卡片 把你的想法留在留言區 我們一起討論吧 GO 來來來來 編號000 支配者的祝福 收集完99張指定口袋卡片 才會出現的 問答環節中 最高分的對象 可以取得的卡片 簡單來說就是 你拿到這張卡 基本上就等於破關了 好不好 卡片效果也蠻OP的 大家考慮一下 編號1 一瓶密林 這張卡片我覺得 蠻冷門的 也沒有特別提及 那他的客群應該是 喜歡動物的人吧 我不知道 動物獵人也不會選這張卡 一瓶海岸線 會喜歡這張卡 純粹是因為 他在故事中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雷渣那邊真的是 超精彩的 所以 一瓶海岸線也是我 非常喜歡的一張卡 但是 破關的三張卡片 我絕對不會選一瓶海岸線的 好不好 純粹是 對於劇情來說 很重要的一張卡片 永水之湖 美積溫泉 其實可以看到 有蠻多卡片的效果 都是 比較女性 也不是 也不是女性啦 就是比較 外表方面的卡片 我覺得這一點也是蠻有道理的 其實我們人還是會非常在意 彼此的外在條件 就是有點像是 身為人類的原罪吧 但是 沒有在這邊談論太多 因為 上字幕超級無敵麻煩的 神影之洞 完全不知道有這張卡片的存在 禪酒之泉 喜歡喝酒人的夢幻卡片 喜歡喝酒的不要錯過啦 至於不要錯過啦 懷胎時 比較有意思的地方是 這張卡片在 漫畫裡的 圖案 跟現在我手上這張卡片的 圖案是完全不同的 漫畫的比較寫實了一點 可能是要顧及 就是 全年齡相的問題 就像是限制級的電影 為了票房 然後硬要 刪減到輔導級 這種感覺 我自己非常不喜歡 不可思議之詞 豐收之樹 黃金布魯魯魯 據說是惡搞日本一個 真實存在的旅遊雜誌啊 黃金天秤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張卡的 黃金磁鐮 他的設定很有意思 少年拍的那種概念 幸福存摺 把每天的小確幸換成 實際的金額 我覺得就算 我們有這個 幸福存摺 我們應該還是蠻窮的吧 斷圓之簡 任性魔神 超級難使用的一張卡 妖精王的忠告 我肯定是不會選這張卡的啊 因為我不喜歡這麼正面的人 大天使的氣息 也是在獵人的故事情緒中 非常重要的一張卡 很多人進入貪婪之島 也是為了這一張卡 小惡魔的媚言 游魂整 心妒忌 這張卡真的是 有讀沒有懂齁 大家如果有理解的話 可以幫我補充一下 獨摟眼鏡 我從網路上查到它的翻譯齁 但是這個字 我有點不太確定怎麼念 功能就是透視眼鏡的概念 拖拉A夢 復健這樣真的沒問題嗎 即興書 天啊現在才22張 那我從現在開始加速了 如果你跟不上的話 你就自己按個暫停好不好 如果電視 風險骰子 風險骰子 我真的覺得蠻酷的 就是在漫畫裡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非常迷人的一個道具 在它的設定上啊 然後會背負著未知的風險的概念 我覺得看到這麼多的卡片 真的會覺得 復健真的是一個鬼才 就是 RESPECT RESPECT 我很喜歡風險骰子 七個工作小人 這應該就是那個斜匠的故事 變臉通行回溯卷 建議失簽遙控器 強制預約卷 連結軟墊 給死者的往返明信片 如果人真的死了 他要怎麼回信 黃陰糖 荷爾蒙餅乾 什麼都行問卷 變色龍貓 然後資源回收房 他都很喜歡設定一些蛋書 就感覺好像每一張卡片 其實都可以發展成一個 獨立的故事 超一流選手的蛋 超一流藝術家的蛋 大政治家的蛋 這很明顯是那個吧 超爽的 撿到一百塊 超一流音樂家的蛋 超一流飛行員的蛋 超一流作家的蛋 大賭徒的蛋 大演員的蛋 大社長的蛋 金粉少女 嘿 睡眠少女 嘿 香氣少女 嘿 掌上人魚 好像有點太小了 不過 嘿 掌上恐龍 掌上飛龍 珍珠黃蟲 國王白大甲蟲 千年鳳蝶 暴富商店 回憶照相館 藏身處不動產 秘密錄影帶出租店 速成外語學校 我覺得卡片有趣的地方就在這邊 他明明可以直接設計成就是一個 外語按鈕 就是你只要按了那個外語就會變超級好 卡就一定要搞得這麼複雜 就是你在這邊上多久的課 你就有多少的時間 是外語變得流利的 就是有這麼多的限制 條件交換的那種概念 這些卡片效果讀起來 都會讓你非常的有樂趣 也非常的有想像力 失誤宅即便 投幣式健檢 國王俱樂部 也太寫實了吧 虛擬餐廳 魔女的媚藥 魔女的回春藥 魔女的瘦身藥 魔女的瘦身藥 長老的增高藥 長老的精力增強藥 嘿 長老的生法藥 瘋狂婆式的肌肉增強劑 瘋狂婆式的肺弱蒙劑 瘋狂婆式的整形機器 但是 這個怎麼看都是 摩登大聖的面具吧 黑暗翡翠 賢者的海藍寶石 什麼樣的寶石能夠吸引到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這概念也蠻有意思的 奇韻亞歷三大變色石 流浪的紅寶石 召喚美的綠寶石 孤獨的藍寶石 彩虹鑽石 有一些卡片 真的會讓我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荒謬感 浮游石 藍色行星 智障是彼氏級破關後選擇的寶物 你不能說彼氏級膚淺 因為它真的有一定的價值 也是所有寶石卡中 唯一一個SS級的 其實我蠻期待它後面會不會再出場 天法智障 真實之劍 聖騎士的手勢 最後小潔就是靠著聖騎士的時候 是來解除擬太的卡片 獲得同行 聽不懂我在講XX的 就 你一定要看獵人 答案只有可以不看獵人 替身之凱 在獵人的貪婪之島片裡面 其實有非常多的道具都沒有 真正的看到 玩家使用過 也是我覺得非常可惜的地方 貪婪之島真的是非常適合遊戲化 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玩到 這樣子的遊戲 挫折之功 信念之盾 不死的大金錘 大金錘 碎物掌的護手 記憶之虧 模型網 隱無者套票 人生圖鑑 盜賊之劍 秘密斗篷 千里眼之蛇 3D相機 DriMo好像有一個很類似的道具 叫模型相機 這就是有用心在看漫畫的人 影狗 武克的金幻一公斤的影是划算的嗎 咳咳 庸人熊貓 中間是把100張卡片介紹完 當然這邊還有很多的咒語卡片沒有意義的介紹 不過這個就是大家自己上網查了好不好 簡單的給大家看一下就好 那再來就是我要把卡片給放進套子裡 先把它們保護收藏好 好的我把卡片全部放進收藏廁裡了 雖然一開始會覺得說這樣的收藏方式是不是 稍嫌簡陋了一點 但其實把所有卡片都放進去 這樣看起來是非常有質感的 本身卡片的印刷我覺得算是做得非常的好 我一開始也有被網友的意見有點影響到 覺得說不過就是一堆卡片而已 訂成這樣的價格是不是有那麼的一點稍高呢 但是實際上這樣收藏起來我還是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我有點開心 獵人的世界觀跟貪婪之島這個部分 我真的是太喜歡了 然後每張卡片的效果 非常的值得一張一張拿起來好好的研究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玩具人玩玩具 關於貪婪之島卡片的分享 蛤你說關於我選的三張卡片嗎 如果要讓我選擇三張指定口袋卡片 作為過關的獎賞話 那我應該是會學 透視眼鏡 睡眠少女 秘密錄影帶出租店 嘿